在路上一共经历了三个多小时 50公里的路程经历了三个多小时 才到入境罗马穆尔多尔的口岸 但是在口岸人特别多 排队等待过关接近9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华侨及其留学生 在排队等候过关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的井然有趣 虽然说人这么特别多 七八百人 大家每个人都非常怀有急切的心情 想赶快过关 因为外面还在下着小雪 而且温度在一两度左右 小雪落到身上都会马上就会化掉 所以说身上的衣服很多都已经湿透了 非常感动的就是摩尔多瓦的人道主义援助 通过关之后 在摩尔多瓦的这个方向 摩尔多瓦大使馆 可能还和这个商会吧 组织大巴已经都准备好 就在那里等待 应该凌晨的四点多钟 四点半左右 才出发 也都是直接去罗马尼亚 中间的一个加油站休息 有咖啡 茶水 出售 是一个中间的一个 一个小超市 但是呢 结款只收当地货币 收美 收外汇 和这个 或者刷卡 乌克兰货币是拒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